今日,SM霸占媒体,从李秀满到SM家族,执行董事,尤其是一轮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。 2月18日晚,自SM纠纷爆发以来,ASPA首次现身公开活动,参加2023年Supercharge Awards,四名女孩引起了媒体和粉丝的关注。 当看不到不得不推迟回归的ASPA,在整个活动中亮相开朗的样子时,粉丝们松了一口气。 成员们以高中生形象亮相,虽然没有投入精巧的造型,但ASPA依然以自信、魅力的气质和日渐流行的甜美美貌,闪耀在红毯和舞台上,表演了Girls和Illusion。 但观众还是发现,这次ASPA的舞台并没有真正炸裂,只是用编舞进行了全套的表演,但整体上没有带来热血沸腾的精神。 尽管自信的魅力很加分,但每个舞步都不够果断,可见在SM事件中,ASPA受影响程度之大。 站在大舞台上,难免势气低落,虽然舞台上沮丧,但在台下与其他艺人共舞时,ASPA艺人很开心,看到四位少女,粉丝们更加有信心,等待ASPA的付出。 爱都含舍,每日解释我最新韩语,欢迎赞和订阅哦。